已經廢棄的古屋頭前 有草和草被燒過的恢復 而且又不止一個地方 雖然燒的不是房子 所以已經引起大家的部門 讓它呈現胡偉人新一代的風貌 今天把發行兩次火災的這個地方 是為了草莓町的建國立川 既然前早以後 不然又訪問沒有這期中期 甚至差一點被賣掉 9月份突然間 我們被我們發現 說建國一季村 剛好已經國防部 有報導行政院院會 整體要飆售 我們這邊辦公室在跟國防部協調 然後我們總算把這個案子打下來 現在是等待我們雲林縣政府的文化處這邊 看他們的這個要如何的來辦理 他願意來配合 經過立委的協調 國防部也打消不了太太 不過卡在土地的使用的法令規定 文化處必須用另外的方式 進行厚少的處理 那現在是確定一二村都已經進到 這個文化自然審議的範圍 一來是契合我們在做 保存在發展的這個原則 那二來也希望說 有了一個文資的身 法定的文化自然身份 讓這塊的眷村的土地 讓它做一個 做一個檢號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一個文化自然法 法定之後 它可以用文化自然的方向 去做這些的保存在意用 本土的建材和所在地 一般人看起來可能很沒用 但這有好買的過去 像我烈素和文化意義 這幾個的整個含在利用 這可以為好買的存在 真假鮑蛋 記者靈一靈 蔡恆博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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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